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采用的难度是最高难度 笔记本电脑全收集 PC版高画质最高画质进行录像 今天是第一章节 感应 韩国首尔 朝鲜已经入侵了韩国的首都首尔 作为你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第一个任务 你的小队必须击退入侵者 并且重新占领城市 老兵难度 我们继续进了这个世界 六個月前 跟我的最好的朋友 Will 現在我們是半個月離開 在南韓國內 我們是兄弟在握手 無論如何糟糕 我可以一直加上他 保持我生命 Cheer up, Mitchell 你不能這麼糟糕 我終於開始進入 這就是我們為了 老老人是一條紙 所以我沒有太多選擇 對嗎 我也是因為老老人 更多只要離開 我沒有太多離開 好,好,好 聽到我們 我們有我們的規定 射到L.Z.Epsilon 下滑滑滑就像我們教我們 大家知道什麼事嗎 大家知道他們要走 大家準備好了 大家準備好了 我們來做這 Mitchell 眼看 他可以做 我們去做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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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G東話 脫離母艦 進行空降 CG東話的效果 CG東話 被擊中了 被擊中了 F鍵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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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N大哥 我樂哥 大怕 還沒完 沒事 你呢 Mitchell 開門 意見 開門 再來一腳 你好 韓國 也命大呀 這樣都沒摔死你們四個 遊戲有四種評價 一種是爆頭 那就爆他頭 這就是爆頭 爆頭 OK 打定 Clear 一種是雷殺 一種是物品收集 一種是殺敵術 所以說在前期的時候 這幾樣東西 會 密切 關係到你的 技能解鎖點 我們這邊先找一下武器 看看能不能 OK 找到 我們要的 目標增強器 本座的第一種技能 N4 著陸輔助 F鍵 對 非常感謝3DM的宣言漢畫組給我們帶來了如此出色的 三天的時間帶來如此出色的 不管在文字和翻譯上如此出色的這樣的一個漢畫版 很出色 誒大哥我們又見面了 學造你的 Tony Stark 好嗎 你們到底是誰 那些隊伍 那些隊伍 227 支援支援 支援支援 1 他們已經在動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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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又有一架高大上的武器 電信金剛 人造點 這個地方會有一場第一場遭遇戰 但是這個地方我們只要 後面猥瑣著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去打的話盡量打爆頭 這就是爆頭看到吧 這個地方我們的隊友攻擊力較強 所以說 我們稍微慢一點都可以 OK 最光難度4槍死 OK了搞定了 這邊有兩個車都可以拿上車門 我們拿最右邊的這個 直接衝上去 稍微再往前衝 扔掉 進入炮塔 為什麼會中了兩槍 第一次被打那麼慘 你們扔的 差點被打死我 回了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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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打死我 走走走走 AMP是50% AMP的衝能 下面那個就是衝能條 AMP 我可以 我也會 為了增強遊戲的代入感我採用的是實況解說 這種遊戲做後配我個人覺得沒意思了 還是採用的實況 所以大家可能會聽到那麼一點點的鍵盤聲音 這個可以採用Shift加ASD進行這種移動 但是用雙D雙A雙S都可以 但是中間隨著你技能的變化 他所 中間的間隔會越來越短 也就是說現在我只能 一下以後 就不能馬上 現在可以移兩下 現在可以移兩下 那要過一會才能移 他要CD的 然後這邊Q鍵扔感應雷 然後想辦法爆他們頭 爆頭 提高我們的總分評價 盡快結束我們的技能點 這把槍的子彈相對較少 剛撿的 這邊兩個比較煩人的 在這 我主要是打爆頭 所以打的比較慢一些 OK 爆了 OK 這邊一個 爆頭 大家應該自己能看出來 什麼是爆頭什麼不是爆頭了吧 爆頭 這就不是爆頭 槍身稍微零散一點了 就可以往上去了 往上去以後待在這邊 這邊可能會有一個人衝過來 先把這上面的兩個敵人給幹掉 或者是使用 手雷 機箭扔過去 用手錶對著他們 他就會飛向他們 幹掉 這把槍是三連點的 注意一點 待會兒這個人可能會過來 就這個貨 等一會兒 換一把槍 可以掃 就這個火會過來 這個槍可以 標記出敵人 比較明顯的 看到敵人 這邊要等到我們的隊友說安全 才是完全安全 那這個是屬於是就屬於是可能產生的誤操作 就雙S 就產生這樣的誤操作 你死不死啊你 往前稍微上一點 往前機槍 不要要有兩個以上的同事住現在裡面前 會死得很難看 自己人 不好動 Go 我們的第一個收集品在這兒 上來的 這是二樓 第一個收集品在這兒 保衛情報 OK 第一關有三個這樣的設計品 跳F錢按著不動 走 繼續 我們需要找到D小隊 我們通過排水口達到商業區 現在是我們現在的目標 F錢安全降落 切換成 這把武器 這個標準進行方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 他可以把敵人標記為紅色 然後從這邊 跳下去以後 F錢這邊會出敵人 準備扔 瞄準彈板 然後瞄準打 這些小兵的這個 飛行物的攻擊力 一般 哥們別擋 別擋到 前幾關的敵人 是可以打陣地戰的 所以說盡量打陣地戰到稍微猥瑣一點 去打爆頭的情況下 可以較早的解鎖我們的解鎖點 還有 只要有槍聲在就有敵人 Clear 安全 然後在這個地方可以補充一下我們的雷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就可以補充雷的 然後 我們選擇 另外一把槍 看一下我們現在這把槍只有 100多發子彈 我們選擇一把噴子 把原來的我們的把默認武器換成噴子 然後 現在我們的雷和他們都滿的 然後把這把噴子 現在是49加6發子彈55發子彈在這邊直接上去噴 遊戲提示我們用掃描雷不用直接噴死他們 OK 搞定 這個噴子就是這個時候用的 可以打得高效一點 這邊大概有六個敵人 當然你用其他的槍也可以 40年以後的手機 什麼牌子 不知道 我們再進入商業區 大家注意這個地方的對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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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看到了 威爾的父親是鋼鑼那幫人的老大 有更高的報酬更好的武器 這邊進行爆頭 這邊盡量不要衝得太狠 先把這些敵人幹掉 爆頭 還是老跟大家說的 盡量爆頭 這邊總共四個敵人 再看一下 應該還有一個 如果沒有的話往前衝 回頭 這邊刷怪了 衝到這個地方樓上會刷怪 出來了 只有到那個地方才會殺 還有敵人 看子彈從哪裡來 以及我們的隊友在往哪打 在這 看子彈從哪裡到哪 子彈從哪裡到哪裡 我 跑了 沒 跑了 放上 噴子 往前走 到這邊來 蹲上,这边很奇怪 先喷一下,已经暴头了 差点 扔个探测雷 楼下还有吗?楼下还有两个 这边还有躺地上的 打不到 楼上的,放上喷子上去 只要我们的 他上去了,我们就可以上去 然后再扔个探测雷 然后上去喷他们 他们会逃跑 然后此处准备人雷,这边会刷怪 扔个探测雷,看一下还有几个 因为刚才敌人比较集中 所以我采用雷的形式 还没干掉他们,再扔一个 对着他们 这下死了,还要不死 我来干 死了一个,炸死了一个 站起来看他 死了 然后 后面还有几个敌人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探测雷 一个手雷 这边没有霸头 然后地上是有雷的补充 有探测雷 下面有敌人 我知道在哪 给大家看清楚一点 这边是一个的 这边一个 这边,这边一个 这边可以扔手雷 我去 我认错 我已经扔雷的时候 他也扔雷了 还有观众说是可以把手雷扔回去的 我想只要我有地方跑 绝对不会去冒险去拿雷 就在真正的战场上也是这样 你能逃掉 绝不会拿手去拿雷 除非你在一个战壕里 没地方可逃 或者保护你的队友 然后扔出去 瞄着他们 好,干死了一个 两个 可以下去 下去以后他们会撤退 比较烦人 现在可以下去 那个不好打 这个人会撤退 打大的脚 OK,搞定 这里 这边补子弹 刚才为什么使命扔雷 因为这边可以补充 这边上面会有个火箭筒 RPG 死了没 清楚了没 探一下 来了 如果说刚才那几个敌人 我不清掉 在这边他们会分散 刚才那个地方 第一时间把他们干掉会比较好 然后这边准备扔雷 激光 那个瞄准没准光一出来 马上把雷扔出去 迅速清掉他们 用雷去清他们 继续补雷 继续补雷 还好不会扎死自己人 OK 搞定 然后有一个东西 我们要把它拿上 刚才打得比较紧张 忘拿了 直接就下来了 把那个东西给拿上 这边上去 这边上去 大家记得吧 刚才这个地方酒吧 我们在那个下跳下去之前 这边有一个 第二个设计瓶 第二个设计瓶 OK 搞定 中国人看起来应该比较亲切 是吧 现在的战争是一攻难守 所以说韩国被打成这样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你想把一个地方打下来很简单 但是 或者摧毁招都很简单 但是 想 守住太难了 浩劫发射器在这里 我们要去拿他们的炸药包 来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任务 这将是本关卡的最后一战 这个地方我们先别着急下去 先把对我们的敌人进行爆头 然后准一点 把敌人有人就干掉 然后扔探测雷 下面有补的 去高零线先把他们给干掉 在这 这个地方敌人是杀的光的 所以说杀光 但是电子弹没有了 再下去 一个敌人没有了 一个枪声都没有了 我们再下 比较安全 太远了不好光 然后这边上面有敌人 还有 太远距离不大好爆头 还有吗 没了是吧 下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可以补充子弹药的 第一关难度不是很大 但是你冲着打难度还是很大 出兵了 放雷 全部扔出去 对准他们 亲他们 对上面这个走 干掉 撤准人雷 打的 没有了 没了 打不到 还没了 不好 不过 然后这个地方换出喷子 先装上子弹 现在我们的弹药也是满的 换上喷子往前走 这地方会出人 扔一下 杀出来新的 就他一个 死了 搞定 然后这地方捡出我们的炸药 然后把喷子换成这个 然后回到我们的弹药补给点 又刷了一批敌人出来 这也是跟踪的 主要用这个打 这边这些新了 然后弄下弹药 因为他这把枪的弹药原本拿起来不是蛮的 然后扔一下 因为我觉得高级战争最大的乐趣就是 利用各式各样的武器 在战斗当中示范功倍 这个是我这个攻略的 对忍他们 OK搞定 对忍他们 搞定 没打下来吧 干着他 OK 搞定 还没炸是吧 还不炸 我不指挥了 你自己去找去 OK了 下面还有几个敌人 让他探测雷 别再打我 别把我给打死了 然后这边 描上他 然后到前面以后还会刷一批敌人出来 看是不是已经刷完了 这边应该还会出四五个敌人出来了 炸 一次性炸到他们 这个地方是刷雷杀最好的地方 OK 干净 然后这边是有本关卡的最后一个 收集片 保卫情报 三个电脑全部收集完成 战斗完成 别人 来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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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我们已经离开了 我们必须去现在 Mitchell 我们已经有时间了 我们必须去现在 没事 我们见到另一边 老大 在这儿老大 Mitc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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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放下来 我必须立即的他们 天哪 留下来 你会不会吧 本关卡完成 大家这里可以看一下 击杀树 暴头树 手雷击杀和情报的这样的一个 收集可以解锁我们的升级点数 然后我们升级选项 进行升级一下 通过在任务完成中 完成以下四个挑战来获得升级点数 这个地方 我觉得有几个是比较需要的 一个是抗性 需要的升级 护甲 升级 特别打最高难度来说是比较需要的 然后这是携带手雷的这样的一个数量 还有冲刺时间 这个都我觉得个人觉得都还好 然后装弹 可以明显提升装弹速度 然后我们还有一点可以升 升一下 快速瞄准 OK 点数升完 第一章节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 然后该系列视频 我后面都会进行一部分的空白加长 使得大家所看到的画面 应该理论上可以算的是全网最好的 虽然说优酷网的原本的画质不高 但是我会用我的办法加强画质 让大家可以享受到最好画质的次世代游戏 因为现在的游戏大多数都是1080P 如果没有较好的画质的情况下 大家是无法享受次世代给我们带来如此精美的贴图的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点一下屏幕下方的订阅 大家拜拜